我们继续看Cellular的这些概念 Cellular就是我们如果有记忆台的话 它是成一个所谓的Sale 风潮是一个一个 这当这个不是ATM的Sale 不是那个传递的一个单位 这是真的是Alture Sale 那就是一个形成一个风潮 当然我们现在看的大概都是Idea 等一下我给你看Alture跟Idea的差别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Signal的讯号 然后Handoff 就是什么时候讯号落的时候 怎么样的换手 那这个在我们无线电话 在这个我们Wireless WAN里面很重要的 那有一些Traffic的Siri 那这个可能我们就不去谈它了 Ellen B Ellen C 然后Sale它会Cluster起来 就是一个Sale 我们先看一个Sale 然后Sale再合起来的时候 它什么样的特性 就是Sale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Frequency Reuse 就我们那个频关 这个频段Frequency 可以这个重复使用 这些都是事实上都很简单的几何 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出来了 然后Reuse Distance 那这个过去 20年前都很多人在做这类研究 那现在大部分都不太有问题了 但是变教科书上的东西了 然后有一些Interference 然后同样的Sale 我们可以增加它的这个Capacity 用什么呢 用Sale Splitting 就把大Sale分成小Sale 就这个 就是说这个 然后跨年 很快要跨年 那经济不景气 可是还是很多人要去跨年 跨年的时候 那都挤在那边的时候 那电话要怎么样的配置 这个MicroSale PicoSale 这Sale怎么样切 切着 就是你一个机器材管的范围越来越小 那它怎么样在上面做架构 或做Sectorization Sectorization 这个是天线 就是我 我比较有方向性 Sale 它等于是我讯号四面八方船的 那我把它切成一段 一个人负责一段 这个天线也可以 我把好多的天线集中在一个手机里面 那或者是这个 这些都可以了 这个现在的 很多很多这种创意的 就实际上的想法 在日常生活上想的 然后我搬到我的技术层次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研究大概都是这样做的 Power Control 这个最后这个是 我刚才讲那个 远近 远近近 Near far problem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使用者应该也要知道 就说基地台 离我近一点其实是好的 离我远其实是不太好的 这个 OK 那Sale长相怎么样 Sale当初为什么 当初六角形呢 其实 那是Model的时候 用成六角形 实际上面是什么形状 因为是无限的 所以实际上 这个做成六角形 都是为了理论 写论文 然后做大略的规划 实际上 你记得还摆在哪里去 那这都要实地的去测一测 那才比较 这个 这个例子太多了 食物上面的经验 跟这个有时候会不太 match 有人觉得用方形好 有人觉得用圆形好 难道用什么形状好呢 那这个可以算 可以算得出来的 等一下有个对照表 那Sale的话基本上 有几个基本的 最基本的这个物理的原则 那Sale Size越小呢 会怎么样 Sale Size越小 那你就需要越多的Sale 就需要越多的基地毯 那大的话呢 那你的这个 你这样小的时候呢 那你的Transmission Power 那你就可以比较少 然后呢 你的Number Sale 就比较多 Number Sale比较多的话呢 Number Sale比较多 那我要价比较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边有一些 比较多的话 那如果你不动 还OK了 如果你在101跨年 被挤在那里不能动 OK 如果Sale小 你又跑来跑去 那会增加什么 Handoff 就会增加这个 你会cross这个Sale的 这个边界的这个机会 那你就要 那Handoff或叫Handover Handoff Handover都可以 就换手了 换手的机会增加的时候 代表这个系统的负担会增加 明明本来讲话讲 本来是这个基地台控制 要换到那边 所以Handoff的做法其实都一样 都类似 不管哪一种技术 大家都类似 我们下礼拜也会看一下 那这个 但是过多总是不好 过多的话就 就这个 所以所以这个 如果Sale小的话呢 那这个就比较需要 有distributed control 就是因为Sale之间 他们要互相做一个协调 你不能够 如果有那么多Sale 每一个换手都要经过 经过这个中华电信的 这个主机房 那可能主机就太累了 那这个 所以就要有一些分战式的控制的 这种机制在里面 所以我想原来Sale的大小会影响到那么多 那事实上就影响到这么多 那Handoff的话就没有基地台了 只要互相就自己 自己随便传 不是随便传 就这个 找路径 所以Handoff的内容的话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修 那个小英老师 他可能会研究什么 他会开Sensor Network 那这个 大概讲研究的方向讲话 那就是做Routing Handoff的内容很重要的点就是 你每一个host 每一个node 因为我也负有传输的能力 那我传输的能力 我传我就乱传出去 那这是一种做法 但是通常 他都要做 你既是一个host 你也是一个什么 你每一个人也是一个router 所以我怎么样做routing 那routing就不是 我们现在在英特线上面 那router他只做routing 当然他也是一个host 他host他 但他只做这些事情 就做routing的事情 但是我们host 就不做routing的事情 那 可是在ahoc的network里面 所以ahoc的routing 就是我们这本课没有谈的 在Sensor Network里面 这个ahoc的routing 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 他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node 他自己要知道怎么routing 所以他另外一整套的 这个 也不能说一整套 就另外一套的routing 那跟有很多部分 就跟我们那个谈多媒体的 那个routing里面的概念 有用到 那但是我 就超过我们这门课范围 我就不谈了 好那回到sale 那sale的话 idea的sale是 是个圆 就是这个 他讯号传四面八方 有个半径 那真实的sale 是一个 不规则的 不是一个 不知道他是什么 反正是不规则的 就对了 你讯号能够达到的 这个范围 这个不规则的 那model它的时候呢 你用什么东西来model它 那 那这个 六角形是最常用的 那方形也可以 那 那这个是一个 sale shape 跟这个radius 然后比较了 比较他的区域 就是你用square 来当做sale 或是这个 hysagonal 就是我们六角形的 或是圆的 或是三角形的sale 那他能够 如果他的r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几个r是这个样子 他能够cover the area boundary 有兴趣你去算一算 我想我们不带 然后这个 每个uni area the number of channel increased by factor k 等等 就这个 这个他的 他的一些特性 那这个 我想他应该都可以自己导 那这个传统的书上面 呃 他会弄几个 然后其他几个 或是做考试啊 什么的 但这个也是这样超出我们 但是不难啊 简单几何 那讯号的强度呢 讯号的强度 那 那当然就 距离越远 他就会衰减嘛 这个单位 当然是 单位我们刚才稍微提过 用db啦 就是sr 他的他的这个 呃 都是用db来看 那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个 不规则的这个形状 那 那什么时候需要hand off呢 我们从信号角度来看 那hand off的动作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现在下礼拜才会看 可是 呃 这 这个 呃 呃 这边是个BS 好 那这边是BS Base Station 就是 你会想基地 就是基地台 我说无线 我说是 常常是说 无 我们在无线虚网的时候 说 Access Point AP 可是在这个 Wireless WAN 在2G 3G的这个 通讯的时候 就说它是Base Station 那 那 讯号强度是 两个 两个基地台 那 那汽车在这里 那 也就是说 我离这基地台越远 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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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的距离 这个 他接受到讯号的强度 就像他这样 那这也是一样 对 对 对这个 对 这个是对 这个BSI 这一条是对BSJ 那 这个呢 打 如果他是走 这个方向走 我这条线 但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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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感谢观看